这边你看应该是养了好多的这个鸭子吧 是吧 因为现在我还没搞明白鸭子和这个鹅的区别 目前我的感觉就是这个鸭子 这个个头要比这个鹅 鹅小一些是吧 鹅的那个个头更大一下 哎呀好多啊是吧 好多好多是吧 你看这上面应该是专业养殖的这个 养的这个一大堆 不能说一大堆啊一大群是吧 他们上去吃吃饭去了是吧 应该上去吃饭 好多 啊多少只呀 一只一只鸭子现在是卖多少钱 大概这有多少的产值呀 你看这边又有一片这个麦田是吧 然后刚才拍的我们那边是两侧 都现在都是养的那个鸭子应该 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池塘应该是养的鱼是吧 你看这边还能养一些这个 我们说走地鸡是吧 那个黑的 黑的应该是一个鸡公鸡 所以真的你走走一走啊才会发现就 为什么那时候说这个 说这个 两胡鼠是吧 天下足真是有道理是吧 它整个江汉平原 它没有什么山是吧 也没有什么 基本来说都能种啊 随便它就能挖个坑是吧 就有水 然后能够养鱼 养虾 是吧 养这个鸡鸭鸭鸭鸭 这些都可以 然后呢 还可以种这个 种水稻是吧 种这个小麦 种棉花 在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 简直堪称完美是吧 简直堪称完美 这几只像是鸭子 像是鹅是吧 你看这个鹅长的就比那个 比那个鸭子好像要 要漂亮一些是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个像是鹅 鹅确实大一些 大一些 你看多漂亮是吧 这个鸭子就 灰色的 这个鹅呢 它这个颜色也 也好看是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它的鹅 像 我姑且这么认为吧 这个应该叫鹅嘛 是吧 鹅鹅鹅鹅驱颈向天歌是吧 你看它确实这个鹅 它的驱颈向天歌 你没听说过这个鸭鸭鸭 驱颈向天歌是吧 鹅的从外 所以经过我的这个分析啊 这个鹅它这个 外观上看的就比这个鸭子要好看一些 是吧 你看多漂亮 它这个个头也应该大一些是吧 哎 你看 哎 这个这个 它是不是以为我给它喂东西了